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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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加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和社团活动 尤其新来的移民或者是早期来的移民 可能对彼此不是特别了解 另一个是觉得可能会有点含蓄的害羞啊 所以通过这些方式我能感觉到的 我们华人在这边很勤奋 很努力 然后新西兰很漂亮 很友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投入到这个能够一起和谐的这个相处的过程中 能够彼此增加了解 通过组织的一些活动 我能看得出来像在这个 霍连敦多元化理事会的组织的这些中国春节 一些活动 三十多个少数族裔一起庆祝中国春节 这样一个传统佳节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很骄傲的事情 同时大家在了解中国文化更加了解以后 也对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更加更加喜欢 其实去年真的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非常忙碌 然后很开心的一年 因为去年我作为新中商会的联系主席 和新中国际贸组会的这个副会长 参与了很多活动也组织了很多活动 我们有商业的有贸易的这个代表团 我们也带团回中国推介 就是说把这个活动的项目提高到一个国家和国家层面的这个之间 通过民间力量去促进两国的外交和贸易商业的往来 这个我们还邀请了很多商业团体从中国来来考察 建立更多的联系 再一个就是作为惠林顿多元化理事会和太平洋文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执行董事 我也有幸参与到很多这个重大活动的组织和主持 比如说我组织和主持了2016中国广东电影节开幕式在惠林顿 对我们华人来说在一个省级的这个省级单位 当然广东省确实这个电影是比较发达 来新西兰办这样一个电影节在惠林顿奥克兰基督城 能够受到这么多广泛的关注 来了很多VIP嘉宾和很多朋友 大概400多人在惠林顿一个电影 我们进行开幕式 还有我们大使馆王大使的这个权力支持 所以对我们来说确实在文化艺术商业贸易方面的交流和这个合作会更加广泛 我同时也在奥克兰有组织一些活动 比如说飘母杯的散文诗歌比赛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飘母杯做一个韩信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来自江苏淮安市 那这样子我们有一个代表团了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引当地的华人和本地的洋人来参与到其中 最后我们受到200多份申请中文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深层次的文化 还有这些表演艺术类的活动 我们去年在奥克兰组织了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管弦音乐会 一千多人在奥克兰湯后来观看 包括部长议员 还有这个VIP嘉宾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 包括外国朋友 中国朋友和其他少数族裔 对我们来说 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边缘水平非常高 但是他们来到新西兰能受到这么重大的这个欢迎 对他们来着回到国内以后 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所以对我们是一种鼓励 作为组织者参与者 我们在组织和参与过程中 同时扩展了人脉 锻炼了自己 然后又能把这些文化 艺术商业贸易 提供到一个新的这个层面 创造更好的平台 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从小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就什么事情往好的方面想 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困难 或者说有点阻力 也是因为个人的角度 或者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需要沟通 在我觉得就是说 一旦有问题出现 或者这个阻力出现 那我就需要沟通 举个例子说 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善良勤奋 这非常好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 因为太含蓄或者谦虚 那不太容易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一旦有不同观点 很难表达 或者不太想去表达其意义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需要沟通 需要了解 别人才了解你 然后比如说 有的个别这个政党 或者说一些党派 觉得我们华人 或者移民炒房子 各方面说 就是说反对移民 反对我们华人 那我就觉得 那我们华人如果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很容易被忽略 那就是要联系各个社团 联系各个这些 各地的朋友 华人朋友 大家团结起来 统一发声 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 想到我们需要的 那我们去支持一个 能够给我们尊重 支持和机会的一个政党 我个人的切身体会 我是觉得这个是有变化的 然后而且是变化越来 就是说这个变化是良性的 是正面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本身我们在 我在2010年来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 就是说很多老外不了解我们 那我们呢也不太了解 就是说KV的文化 这种当地文化的这种fit in 你怎么能够通过沟通 通过接触 通过参与 了解当地的文化 同时也能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我觉得这七年老挨 我所参与的 不管是惠林顿奥克兰基督城 还有其他各个城市的这些活动 然后包括去年组织 参加了这种上百场活动 我的感触特别深的是 洋人在了解我们博大精神的中国文化以后 你像语言美食 中国的美食 然后再加上这些文艺表演类的 像四海同春每年来都特别受欢迎 所以我就觉得从各个层面来说 我们中国人尤其新英明来这以后 更加的proactive 更加积极 我们想融入当地社会 然后我们想表达自己 想发出自己强的声音 那我们有这个intention 我们去做了 洋人反过来也会觉得 哇 你很友好 而且我了解你以后 我觉得对你更感兴趣了 或对你的文化背景更感兴趣 那这样子更有一个互有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在民间这个层面 就是这个商业团体和民间文化 文化意识团体的这种合作 越来越多 连政府层面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层面 这些关系都越来越好 我们有这个民间的 比如说春节 袁孝节的这种游行 我刚刚参与的这个春节游行 都一半多 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洋人参与 不管是太极妖谷 还是这些旗袍 真的很亮眼 因为他们很感兴趣 他们参与到我们其中 也感到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觉得 有洋人朋友这么多 参与到我们这个 中国春节的这种文化 这个板块游行 也特别高兴 再就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城市 姐妹城市的这些 这些关系越来越近 像昨天我们有 惠林顿风黄队 对这个北京北空的这个 这个足球友谊赛 我觉得很好 我们两地的球迷 不管当地华人 对我们 所以说亲人来了 我们在 那就是说 有国内的亲人来这边 那我们作为当地华人 我非常欢迎 另一个我们也欢迎 KV的朋友 来参与到我们这个 足球盛事里面 这就是中央层面的 我所了解的咱们前总理 John Kay前总理 他已经去 他去中国访问六次 这个中央层面的 这些沟通互动是非常好的 我们习主席2014年也有来 还有近几年的这些 这些不管是文化艺术 还有外交部长 还有其他方面的 这些高层 他们在推动这个 中国新西兰关系方面 都是做了更大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从各方面来说 我们华人得到的认可 越来越多 得到的朋友 就交到的朋友 也越来越多 总体变化是非常良性的 而且我也很有信心 我们的关系 通过我们当地华人的努力 会变得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给这个集会 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感激 我家人 我老公 我女儿马上四岁 还有我老公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妈妈这边 他们非常的支持 因为首先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我一直做事很努力 另一个是我想为大家服务 就是有集体 很强的集体荣誉感 所以他们看到我在做好事 做正能量的事情的时候 就非常支持 另外我参与的这么多活动 确实利用很多业余时间 我在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 是一个全职的行政工作 那我经常在午饭时间 牺牲自己的午饭时间 还有下班以后 还有周末的时间来组织和参与活动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能够让大家皆大欢喜 大家都受益 那我很愿意贡献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一份努力 那我的家人这边呢 他们也会觉得以我为骄傲 因为我本身做的事情 爸妈会听说 我认识 我是认识惠芳 她做的很好 然后你们对她支持的都很棒 那我爸妈特别开心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说 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 尤其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 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出来做事情 这样子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沟通交流 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 对爸爸妈妈和老公 还有我女儿丽雅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包容 我也是尽可能多的抽时间陪他们 不管是下班还是周末时间 我都会尽全力的陪家人 尤其是孩子 在她成长的每一步 我都想有我的陪伴 所以现在关系处的都非常好 我也感激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然后我也很努力 我会继续努力 另一个我想说明 就是我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尽可能多的带家人和孩子去参与到其中 对对对 对对 所以比如说组织的这些政策讨论会 我老公基本上都一直做后勤支持 再就是广东电影集也是全力支持 包括这个刚刚的新年游行 我女儿我妈妈还有我都在游行队伍中 所以我们就是全家总动员 我爸爸和我老公在拍照 在这个后勤组织 所以我们全家总动员 所以很多活动 我是想如果能够带动他们 在他们愿意的前提下 可以带动家人一起 这个有更多的这种 能够共享的时间 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她作为中国新西兰电影节的总裁 我是非常非常觉得责任重大 因为我们过去八年已经做了很多届 这个中国电影节和新西兰电影节 那今年呢在这种两个国家层面的 这种对文化艺术电影类的支持 力度非常大的前提下呢 我们也想通过自己努力 再把这个电影文化和合作方面提高更高 今年是大概预计在十月份左右 是在这个中澳国际电影节之后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这个机会 组织这个中心国际中心电影节 希望到时候会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现在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 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中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的这个 这些电影人士 包括制片人和这个电影公司 来参与到我们的过程中 像我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盛世 其实是有两个国家层面的支持的 因为有这个广电总局 有这个中国电影局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还有这个新西兰这项维塔工作室 和后期制作的公司 这些各方的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的这个起点和基础是非常好的 而且已经做成一系列的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我们会在这个技术上做得更好 今年期待继续期待在霍林顿奥克兰和基督城 一定会精彩让你难忘 我其实期待很多 也想做很多事情 因为在去年的技术上 我想今年因为对我们来说形式更好 大家这个主动性 包括这个motivation 动力都更强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家人最重要的 我会继续的做一个好的儿媳 好的太太和好的妈妈 这样一个身份去办 跟家庭融入的更高 然后更好的处理到家庭关系 也非常感谢家人支持 然后就是培养孩子也是很重要 做一个好妈妈 做一个好的example 这是我个人方面 然后在这个社团方面 我希望能用更多的机会 参与到更多的活动组织和主持 各方面这个后勤 不管各方面支持的这种过程中 因为我们今年会有很多大型活动 不管是通过 惠林顿多元化理事会 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我们这些多元文化的盛会 惠林顿多元化理事会 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大型活动 包括那个Risk Relation Day 在这个四月份举行 我们也请到新西兰的总督 到时候给我们做这个guest speaker 然后我刚刚讲到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我们有很多电影节 有很多文化艺术表演 还有这些展出 再就是跟其他领域的合作 比如说中国文化中心 还有中国大使馆的合作 一些项目 希望能够给首都人民 增添更多的这种业余文化艺术类的生活 再就是我是想通过新中上会 新中国际贸出会 这样两个平台能够增加 通过民间团体的力量 我们今年五月份会带团 我们之前每年都会带团去中国推介 就是新西兰本地的business 带到中国去推大概几个城市 省市 然后去推新西兰的这些产品或者项目 或者是好的合作这些开发的软件项目 同时也邀请更多的中国商业和贸易团体 来新西兰访问考察和合作 所以能够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 能够推动中国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 更加顺利的圆满的进行 所以各方面来讲希望很多 再一个就是华人会 我也有幸作为国家党北党南部地区的华人会负责人 能够带领大家积极的参政议政 因为还是那句话 我们来到新西兰是这样更好的生活 更简单的生活 更enjoy the lifestyle 这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不需要参与太多的这种政治 但是我们需要发出更强的声音 支持一个支持我们华人的一个政党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支持或者说和更多的华人精英 在更好的平台更多的层面 比如说国会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代表一个政党去参选国会议员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我也期待2017跟大家一起继续合作 能够更多的进步 更享受我们在新西兰的生活 能够协同共进 合作共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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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